好 另外来看到观光局为了要促销国旅 交通部观光局5月推出了观光亮点奖网路的票选 全台123个观光亮点当中 共有36个入围决选 其中花莲有富里乡的稻草艺术记 以及光复马泰安的修区入围晋级 马泰安修区主委朱湘荣代表地方感谢支持 也将以湿地生态巴拉高文化体验 来迎接8月的决选赛为花莲争光 从木栈道绿盎然中而来 走向福登西巴拉高池 体验并品尝在地阿美族传统生活文化智慧的滋味 光复香马泰安农业休闲区 不仅是花莲中区农业观光的绿宝石 再包括观光局花龙众馆处 花莲水宝局以及县政府支持推荐 参加全国观光亮点奖网路票选中 更是发光发热为花莲争光 很幸运也很感谢大家就是踊跃的投票 马泰安修区有进入第二阶段的决选这样子 这次也是很感谢农委会 跟我们水土保持局的支持 因为我们是由农委会这边提出的景点 这样子我们也很努力在做就是准备 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角逐到全台18个 观光亮点的景点 光复香马泰安农休区参加今年5月 由交通部观光局推办的观光亮点奖网路票选 全台共123个观光亮点历经两个月激烈竞争结果 共有36个亮点入围决选 包括了花莲县布里乡稻草艺术记 以及光复香马泰安修区在内 而其中马泰安修区以小组前六强 晋级生态类体验组决赛 其实马泰安修区农域区这次的组别 是在生态类季活动体验组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马泰安修区长期我们也有做了很多 无障碍设施的简制 所有轮椅身心障碍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轮椅可以推进去 湿地站道来看我们湿地的风景 跟了解我们湿地的生态 那这一次除了就是无障碍的设施 可能会成为我们加分的项目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像巴高 这个体验游程是全台独一无二的 一定也是我们的特色加分的重点之一 晋级入围决选的马泰安农修区 也即将在8月中旬 接受由专家学者进行 第二阶段的县地勘察 不仅是修区全光复乡 以及地方县政府 中央驻地花莲的机构单位 也卯足全力备战 期盼成为全台18个亮点中 最光热的那一颗 记者11月蓝光复采访报导